据报道日本防卫省与三菱重工签订了价值28.4亿美元的合同 用于建设一支新型的导弹部队 核心目标是使日本获得射程1000公里的导弹打击能力 以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 日本还计划2026年部署高超音速武器 并力争本世纪30年代前半期 开发出射程3000公里的前射高超音速导弹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中方高度关注有关报道 将密切关注形势发展 新年来日方反复炒作中国威胁 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和专守防卫承诺 大幅增加防卫支出 发展进攻性武器 募求获得对敌打击能力 在军事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向本地区国家乃至世界传递出一个危险信号 即日本企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 国际社会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我们强烈尊促日本政府 深刻反省侵略历史 切实尊重亚洲邻国安全关切 坚持专守防卫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在军事安全领域慎重行事 今天上午中老铁路昆明至万象跨境客运列车正式开行 两天实现了乘火车当日通达 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 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越来越紧密和便利 请问发言人可否介绍更多情况 正如你刚才提到的那样 青天企业中老铁路从中国昆明到老欧湾向之间的双向 对开国际旅客列车正式发车 两地之间实现了朝发夕制 这不仅将进一步便利中国和老欧之间的人员流动和经贸往来 为旅游等产业复苏按下加速键 也将为推动中老互联互通实现共同发展 注入新动力 截至今年4月9日 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393万人次 后路1838万吨 国际物流黄金大通道的运输潜能 持续释放 高铁路是中国和东盟共建一带一路 共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缩影和典范 今年来国际路海贸以新通道搬列 加速奔跑 线路越开越密 今年前三个月 国际路海贸以新通道铁海连运搬列 发送集装箱货物19.1万飙箱 同比增长11.7% 从东盟首条高铁亚湾高铁成功试验运行 到越南河内轻轨二号线投入使用 从柬埔寨第一条高速公路 京港高速公路通车 到中企成建的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 进入加速建设期 中国同东盟国家战略对接不断加深 携手打造了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的样板 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十周年 中方始终将东盟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 优先方向和重要伙伴 将继续深化一带一路倡议 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对接 继续与东盟国家共享中国是现代化 带来的新机遇 让一带一路成为造福中国东盟十一国的赌予代 获及中国东盟二十亿人民的幸福路 2021年4月13日 日本政府决定将辅导核电站超百万吨核污染水 经过滤并吸射后排入大海 这引发日本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强烈担忧和反对 两年过去了 日本政府没有撤销上述决定 反而宣称将于今年春夏季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日本民众近期多次举行抗议集会 反对日本政府推进排海计划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日本政府致国际公共利益于不顾 单方面决定向海洋排放福岛核污染水 将导致全球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 面临不可预测的核污染风险 中方引波次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 12年前日本发生311大地震 并引发福岛核电站最高级别核事故 国际社会包括中国深表同企 向日本政府和人民提供了及时的人道主义援助 然而2021年4月 日本政府却在为穷尽安全处置手段 未从周边邻国充分协商的情况下 单方面决定向太平洋排放核污染水 将风险转嫁给全人类 这种做法令人心寒 核污染水排海没有先例 日方拟排放的核污染水 不同于核电站的正常排水 其中包含几十种放射性的核素 有些核素目前没有公认有效的净化处理技术 日方目前已经存储了130多万吨的核污染水 每天仍新产生100多吨 排放时间长达30年甚至更久 这将给全球海洋生态和人体健康 带来不可预测的影响 日本采用稀释的办法 降低核污染水中放射性物质的浓度 却不对所有方式性核素进行总量控制 日本声称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安全无害 却又不愿意应太平洋岛国要求 将其排向日本内核或用作农业工业用水 日本的做法无异于自欺欺人 两年多来 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民众大声疾呼 要求日本政府搁置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令人遗憾的是 越方完全无视国际社会关切 无视自己承担的相关国际义务 在为求核污染水净化装置可靠性 环境影响不确定性等做出可信说明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 未得出评估结论的情况下 一意孤行推进核污染水排海方案 这完全不是一个负责任国家所为 与国际社会的期待相去甚远 中方再次敦促日方正视国际社会关切 负起阴近的国际责任 认真履行国际义务 切实以科学公开透明安全的方式 处置核污染水 包括充分研究论证排海以外的 其他处置方案 并接受严格的国际监督 再同周边邻国等利益攸关方 和有关国际机构 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之前 日方不得擅自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我们注意到有关的报道 中德物质合作建立在企业资源的基础上 互利互惠共赢 德方对中远集团收购汉堡港码头的来龙去脉 心知肚明 希望德方不要将正常的商业合作 犯政治化 犯意识形态化 犯安全化 人为设置障碍 我们再次敦促德方 客观理性地看待两国务实合作 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 非歧视性的隐藏环境 近日沙特和埃曼联合派团赴隐门首都夏纳 同胡塞组织进行谈判 寻求结束持续了多年的隐门冲突 昨天沙特外交大臣还接待了叙利亚外长访问沙特 这是叙利亚危机爆发12年以来 叙利亚外长首次访问沙特 请问中方对此有个评论 中方欢迎并赞赏沙特阿曼等地区国家 为缓和也门局势 实现永久停火所做的努力 支持也门问题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 实现也门问题政治解决 中方院继续为推动政治解决也门问题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方对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 表示欢迎 支持叙利亚早日重返阿拉伯大家庭 这有利于阿拉伯国家实现团结振兴 有利于地区国家增强战略自主 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 中方院继续为帮助阿拉伯国家实现大团结 发挥积极作用 其报道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国内力12号 他是说 因为他的新冠检测挺严重 将推迟访华 请问中方有何评论 欧方已经向中方通报了 伯雷利高级代表 因新冠阳性而推迟访华的决定 我们对此表示理解 中方向伯雷利高级代表表示慰问 祝他早日康复 欢迎他在双方方便的时候访华